拉肚子是老百姓的说法 那么在我们医学上我们就叫腹泻 那么要服用什么药物实际上 首先呢就看你这个腹泻的原因 如果你这个腹泻仅仅就是我们所谓的 你的常功能紊乱 你是一个功能性的腹泻 那么又不太严重 也不太严重 也不会影响你的体重 也不会引起贫血 也不会引起低蛋白血症 你也没有什么症状 只是大便的次数多了一点 而且这种多呢 一般都是早上一起来 我们叫鸡鸣蟹 或者一吃东西 他就肚子疼 他就想上厕所 但是每次都变一点点 那么像这种情况 不太严重的情况下 其实不是要吃药 不用吃药 你稍微自己注意一些 你是什么原因诱发的 注意去除这些诱因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要是这个腹泻很严重 次数很多 合并有这个粘液浓血 那么像这种情况 我们首先要查一个份常规 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气质性病变 肠道有什么病变 比如说肠道感染了 菌群紊乱了 或者是你甚至是一个炎症性肠病 所谓炎症性肠病就是 快阳阴结肠炎或者是克隆恩斯病 那么肠镜下可以发现有特殊的病变 那么还有一些病人 比如说肠道的肿瘤 这些都是会引起我们的重视 所以这个腹泻 或者老百姓叫拉肚子 怎么治疗 不要盲目的治疗 而是首先要看医生 确诊了以后 来看你要不要治疗 和用什么来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